王莽叫太后下册书 赵令他们说 朕不忍心用官职上的事物 烦扰两位大夫 你们就好自为之 修养品德 严守正道 以终高年吧 对他们都给予优厚的待遇 遣送回家 没福 知道王莽必定要篡夺汉朝皇位 有一天忽然抛弃妻子而走开 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以后 有人在会计看见了他 他已改换姓名 当吴城市场的守门族了 秋季九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赦免天下囚犯 派遣执金吴侯陈茂 劝说江湖盗匪 陈仲等两百余人投降 使盗匪全部出来自首 把他们各自送回家乡 为当地官府 供应劳役 承重 则迁移安顿在云阳 赐给他宫田和屋宅 王莽祥显示 太皇太后的威望和恩德 已达至圣 超过了前代 以此取悦于太皇太后 就暗示禅瑜 让禅瑜派遣王昭君的女儿 徐补居次云到长安侍奉太后 因此而给予禅瑜的赏赐 非常丰厚 车师后王国 有一条新道 直通玉门关 往来交通比原先的道路要近 物己校尉徐普 打算开辟他 车师后王勾矩 因为车师后王国正当新道 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的旅途供给 将由他们负担 心感不变 徐普想要看明新道的路线分界 然后奏保朝廷 就照来估矩 让他对新道线路 即已证实 孤聚不肯 徐普就把孤聚关押起来 孤聚的妻子 谷子周 对孤聚说 从前车师前往 被都护司马杀死 如今你被囚禁了这么久 必死无疑 不如投降匈奴 孤聚等人就骑马突围 冲出高昌城 逃到匈奴 此外 去湖来往唐兜与赤水枪 多次相互侵犯 这次唐兜战败 向西域都护告急 都护但亲没有及时救助 唐兜被困危急 怨恨但亲不救援 于是往东退走 想拒守御门关 御门关守将 不准许他入关 他便率妻儿 百姓千余人 逃亡 投降匈奴 缠于接纳了 孤聚和唐兜 把他们安置在 左谷李王所居地区 并派遣使者 到长安尚书 讲明情况说 我已经接纳了他们 太皇太后下诏 派遣中郎将 韩龙等出使匈奴 责备蝉蝉蝉蝉 蝉蝉叩头谢罪 拘捕了孤聚和唐兜 交付给使者 太皇太后下诏 派中郎将王蒙 在西域厄都奴边界上 等待接收两个俘虏 蝉蝉派遣使者 护送汉使 押戒俘虏 乘机请求汉朝 宽恕两王的背叛之罪 汉使回到长安 向王蒙报告了蝉蝉的意思 王蒙不听 下诏 召集西域各国国王到长安 陈列军队 当众斩杀孤聚 唐兜给大家看 又制定四条规定 凡逃亡到匈奴的中国人 凡逃亡到匈奴的乌孙国人 凡投降匈奴的西域诸国 佩戴中国印信受戴者 翻投降匈奴的乌环人 匈奴一律不准接纳 派遣中郎将王骏 王昌 副校尉 真副 王巡出使匈奴 向匈奴颁布四条规定 把四条文件与诏书同函封好 交付禅语 命令他执行 并就此收回先前宣帝制定的 约束匈奴的诏令 封好带回 这时王莽上奏 要求命令中国人 不准许取两个字的名字 因而让使者暗示禅语 应该尚书表示 仰慕中国古代文化风俗 要改成一个字的名字 汉朝必定加以优厚的赏赐 禅语听从了 就尚书说 我有幸能充当中国的藩国陈属 对太平圣志十分喜欢 我原名囊枝雅思 现在仅改名叫枝 王莽大为高兴 奏报太皇太后 派遣使者到匈奴 致以达辞 并给禅语以丰厚的赏赐 王莽想把女儿 嫁给平帝作为皇后 以巩固自己的权利 就上奏说 陛下即位已经有三年了 还没有立皇后 后宫贫妃也空缺 以往国家的灾难 本由于无继承人 后妃的来路不正所引起 请考察讨论 儒学武经的有关记载 制定聘取皇后之礼 使古代天子 娶十二个女子的规定 纳入正轨 以广求祭祀 广泛的在殷州天子的后裔 周公孔子的后代 以及在长安的列侯之家中 挑选合适的女子 太皇太后将此事交付 有关主管机关办理 主管官员呈上众女的名单 王室家族的女子 多在被选中 王莽恐怕王室其他人的女儿 会与自己的女儿争当皇后 就上述说 我本身没有高尚的品德 女儿的资质才能又为下等 她不适宜与众女子 一起被挑选 太皇太后以为她是 诚心诚意谦虚 就下诏说 王室家族的女子 是我娘家人 就不要参加挑选了 平民 诸生 狼历 及以上官吏 守候在皇宫大门上书的 每天有一千多人 宫卿大夫 有的前往亭中 有的俯卧在宫内官署的门下 都要求说 安汉宫的盛大功勋如此辉煌 如今应当立他的女儿为皇后 为什么单单剔除了安汉宫的女儿 天下人将把希望规矩到哪一位身上呢 我们希望能让安汉宫的女儿做天下之母 王莽派遣长使及以下官员 分别去劝说阻止宫卿及诸生的请愿 然而 尚书请愿的人 反而愈来愈多 太皇太后不得已 就听从了宫卿的意见 挑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 王莽又为自己辩白说 应该广选众女呀 宫卿争辩说 再选取其他女子 就会出现两个正统 是不应当的 王莽只好说 请查看我的女儿吧 好